中共上將又出事了嗎? 中共中央軍紀委書記張聲明上將 這兩天傳出被帶走調查了 雖然這個消息還無法證實 但是已經引發海內外的高度關注 為什麼呢? 首先 張聲明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四個委員之一 我們探開中央軍委的名單來看 主席是習近平 副主席是張右俠跟何衛東 但是張右俠已經傳出失蹤了 那四個軍委委員裡頭 國防部長李尚福已經被捕了 第二順位的劉正麗是聯合參謀部參謀長 那劉正麗以往都沒出事 但是在9月15號軍方舉行重要會議的時候 張右俠、李尚福跟劉正麗都缺席了 那劉正麗是不是也出事了呢? 目前還不清楚 那現在張聲明如果真的也落馬被查了 那麼中共中央軍委 除了習近平之外的六個軍頭 就有三個人甚至四個人出事了 很顯然現在當中共軍方上將 是個高危、高風險的玩命職業 再來張聲明是火箭軍出身的將領 那如果他也出事的話 就表明了習近平對軍方的清洗決心 是非常的堅決 還在不斷地從火箭軍和裝備發展部一步一步地向外追查、擴大 那不管你升到多大的官位都不放過 那這樣一來呢 中共軍方高層的軍心一定是非常的不安、人人自危 還有 李尚福、張聲明和劉正麗是習近平親自提拔的習家軍上將 特別是張聲明 他被提拔出任軍紀委書記 也就是幫習近平在軍中反彈、打軍老虎的 那這樣的人肯定得是能夠深受習近平信任的對不對 但是現在連張聲明這種親信角色都能落馬的話 這表示習近平已經無法信任任何人了 所以全面地抓將領殺親信了 那習近平為什麼要全面地追殺這些軍頭跟親信呢? 除了有貪腐的因素之外 更主要的還是因為權力的焦慮跟恐懼 他認為這些軍頭都對他不忠誠 甚至都可能被他抓到了有叛變、謀反的把柄 所以他才要不顧面子的大開殺戒跟軍頭們全面對干 那其實習近平現在的舉措跟當年的毛澤東很像 中共建政之後 毛澤東也相繼拿下了彭德懷跟林彪這兩個國防部長 那這兩個人以前都是他的親信 那現在習近平大權在握了 卻反而犯了跟老毛一樣的權力焦慮症 開始對握有槍桿子的軍頭們猜忌起來 所以中共上將現在變成了全世界 職業災害保險費率最高的工作了